搜救人员合力在土石堆中 抬起遗体协助消信司机下山 花莲中和矿区总算巡货失联11天的消信司机 搜救团队19人开着沙滩越野车和吉普车 挺进矿场第五平台 配合两辆怪手开挖目标热区 在味道浓重的地方向下挖5公尺 先发现沙包随后又看到白色小货车车头 确认是消信司机的车辆后继续挖 才看到遗体 颜面走入殡仪馆 消信司机的妹妹和同事来见她最后一面 而直到傍晚她的太太跟儿子 也从戏纸坐火车赶到现场 在张仪社的陪同下匆匆走入馆内 今年62岁 消信司机户集在新北 平常驾驶货车和怪手运在矿石 这回碰上地震不幸罹难 让家属相当悲痛 目前综合矿区的搜救任务告一段落 不过沙卡当步道的救援行动 持续进行中 没有在这里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这边就崩 所以是一大早就崩 10点45 10点的新加坡夫妇依旧没有消息 原本搜救团队在周六 预计深入到对岸2.4K的沙卡当瀑布 不过行进到1.8K大水管 就碰到大量落实 导致8人一度受困 让搜救任务极喊暂停 好险人员一切平安 就怕未来几天2.2K左右有崩落风险 周日将战款搜救一天 团队将和家属讨论救援行动如何进行 明镜新闻赵永波花莲报导